同志们,在我们视频开始之前 我先跟大家说件事 就是为了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得到更多的推荐量 我们准备了一份外汇交易知识地图 要送给大家 只要你给我们的视频点个赞 就可以扫右下角的二维码 加我们助教直接找它免费联取 好了,接下来 让我们继续看今天的视频内容 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周老师 那么今天的一个视频 给大家讲解一个非常有用的技术指标 叫做飞波 想必大家对这个名词并不陌生 那么飞波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 它是一个测量回头深度的一个工具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旁边 在咱们的一个MT4上 飞波是自带的一个指标 在这个地方 那飞波到底具体怎么去画呢 是不是 其实有上涨的飞波和下跌的飞波 就拿这个行情来举例子 比如说这个行情 是吧 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它现在是一波下跌趋势 是不是 好,那么我们下跌趋势之中一般都会有反弹 那么反弹的深度会有多大 是不是 我们可以这样去测量 好,对于下跌趋势的飞波怎么画呢 很很简单 那么呢 画下跌趋势的飞波的时候 飞波的起点放在最高点 然后把它的一个 终点放到这个行情的最低点 就是整个对于这一波行情来讲 它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下跌 是不是 从这个地方开始行情出现了反弹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探寻这一波下跌 和这一波反弹的一个幅度的关系 是不是 所以在这一波反弹之中 我们能够看到行情 它最终反弹的深度在38.2 所以这是在对于一个下跌趋势的飞波 那么起点就放到行情的最高点 这么去拉就可以了 好,那么来讲到这里的时候 再给大家讲一下飞波每一个数值 它所对应的意义 刚才给告诉大家的是一个具体的方法 一般来讲 在一波趋势行情之中 如果它的反弹回头的幅度不超过38.2 那说明这一波趋势非常强势 或许有创新低的可能 概率比较大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之中 是吧 现在这个飞波 它这一波反弹只达到了38.2 所以大家再看 整个的这个货期的阻市 是不是这个行情是不是整体下来 从这个位置开始 反弹之后 然后行情还继续再往下跌 是不是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点 当然 刚才我们所讲的是一个38.2的关系 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个数值 我也大体给大家讲一下 38.2是强势的一个表现 如果假如这个行情反弹到了50 那么短期就凭震荡 我可以把这个数值的意义 给大家写在这里 如果行情飞波的一个 这个比例关系是在38.2 那么大概率会创新高 或者创新低 创新高 或者创新低 还有一个数值 50 是不是 那么如果这波行情反弹到了50 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大概率是震荡 如果这个行情的反弹 超过了50 到了61.8 或者呢76.4来了 那么这个行情大概率已经翻转 所以这是飞波 对于行情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指导作用 你就看它的一个幅度关系 这是对于飞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刚才我所讲的是针对于这一个下跌趋势的飞波 是不是 那我们也可以去测量 咱们的一个上涨趋势的飞波 我把对面去拿一个图形 比如说这波行情是一波上涨趋势 是不是 那我应该怎么去画飞波呢 那么跟咱们的下跌趋势就刚好相反 在上涨趋势之中 起点放到行情的最低点 咱们的终点飞波 终点放到行情的高点 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行情阻止之中 我们能够去看到 是吧 这一波上涨是不是 那么这里出现了一波回踩 是不是 那么这波回踩的幅度在哪里 在五零 是不是 这就是上涨趋势 怎么去发飞波 是不是 起点 在行情的最低点 把它的终点放到行情的高点 和下跌趋势的飞波 刚好 发发相反 在上涨趋势之中 每一个数值的意义和下跌趋势完全一样 所以我就不再重复 那么今天这节课 就是关于咱们飞波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战作用 它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导作用 好 同学们 那么今天的这行课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更多想去了解的问题 欢迎在我们视频下段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